你属于耶稣,耶稣也属于你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雅歌第六章 从过去几章我们看到 雅歌里的这对恋人 从相遇相知到相恋 也经过了等待、不安与磨合 最后他们胜过了重重考验 选择携手迈向未来的人生 新郎在上一章已经表达了他坚定的情谊 那新娘又会如何回应他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雅歌第六章 雅歌第六章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 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 稻香花旗 在园内沐放群羊 采百荷花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荷花中沐放群羊 我的家偶啊 你美丽如德沙 秀美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惊奇的军队 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 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 握在激烈山旁 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 洗净上来 各个都有双生 没有一只丧吊子的 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流 有六十王后 八十妃嫔 并有无数的童女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只有这一个 是他母亲独生的 是生养他者所宝爱的 众女子见了 就称她有福 王后妃嫔见了 也赞美她 那向外观看 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 皎洁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 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我下入河桃园 要看古中青绿的植物 要看葡萄发芽没有 石流开花没有 不知不觉 我的心将我安置 在我尊长的车中 回来 回来 舒拉秘女 你回来 你回来 使我们得观看你 你们为何要观看 舒拉秘女 像观看马哈念 跳舞的呢 一段美好的关系 需要彼此完全地 委身与信任 就像新娘所宣告的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她知道这当中 包含了美好的 也包含了 不那么完美的部分 但因为有爱 所以我们成为一体 亲爱的朋友 主耶稣正是这样 爱着你的哦 你属于主耶稣 主耶稣也属于你 我们虽然不完美 但主耶稣依然 以完美的爱 接纳了我们 并且把自己 也献给我们 那我们是否也是 这样爱主耶稣的呢 让我们彼此鼓励 在这段关心里 学习更多亲近神 认识他的心意 也让我们敞开心 来对主耶稣说 我完全属于你 亲爱的爵苏 我属于你 你也属于我 我要和你建立 更紧密的关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恩 祝福你 与耶稣 有紧密的关系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